前面在四年前我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洗肾的病人 其实免疫能力就比较差 那因为他肾脏的问题 他觉得他泡药草会很好 他就去泡药草 而且泡泡还好 但是有一次他会因的部分有个伤口 他可能没注意到 就泡回来就是伤口就很久都没有好 两三天以后越肿越大 他只好乖乖来门诊 那次非常严重 因为光住院打抗生疏 打了快一个礼拜 我还记得那时候快过年 差一点不能回去吃年夜饭 好可怕啊 所以这个还是跟个人的一个反应有关系 不过我必须要讲 如果说你泡了 菊池草会在对身体有比较的改善 然后不会造成你太大的一个风险 风险就是说不会被偷窥 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 其实泡汤本身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每次去那种很高级很高级的那种温泉 因为我妈妈他们都好爱泡汤 我都自己在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泡汤一定都有一个木盆子有没有 对 一个勺子一个框 对 我就去我连自己房间的那个浴缸啊 我都不敢不敢浴缸的咬出来吗 不是而且我你终于想说放着然后咬出来不是耶 我是把那个水龙头打开然后直接咬那个水 因为我还不敢它弄到浴缸呢 我只咬那个水 咬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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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边用零的我都不敢用泡汤了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会把那个浴缸啊 就是装满就是40度的温泉的话 我就就只好泡到嘴 泡到膝盖之类 也可以促进一项 泡脚也是可以 其实像刚刚欣美姐讲的这个困扰啊 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她到一些公共浴缺去 会有卫生上的疑虑 那你再也不妨在家里泡 只是在泡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泡澡粉 或者是泡澡汤 那其实女生啊可以选择像这一类型的 她其实平常是当沐浴露使用 然后主要是调节我们私密处的一些酸碱子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泡澡钉或者泡澡液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适量的加到你的温水里面 然后你就直接泡 它连私密处都 比如说放在那个浴缸里 对浴缸里 或者是你有比较大的那个盆子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倒进去 然后可以用做浴 就日本很流行就是下半身的做浴 半身浴 对对 它就可以让你全身比较暖和 而且也可以解除你的疑虑 那另外还有就是提醒就是很多女生啊 比如说你到各地的地方 常常去泡澡的时候或泡汤 常常会很多人都泡完之后就直接穿上衣服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怎么办呢 对 因为很厉害穿衣服 其实呢建议你可以再冲一下 因为有时候会 要用冷水吗 如果你受得了的话 但是其实忍热交替对齐附是好的啦 有好恐怖 对对对 但是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冰的温度吧 所以你可以用水稍微冲一下 你再穿上你的衣服 然后泡完它 然后 老师的意思是说 用清水冲 对用清水把它冲掉 充完之后呢 最重要就是如果你要肌肤不干痒 一定要这时候擦上乳液或肉食 对 让你肌肤也可以 这样擦婴儿油油类的会比较好吗 会更保湿 我每次擦硬的油都越擦越干的油 你要看你的油的 所以你油的选择 比如说像 玫瑰果油就可以 对 玫瑰果油就可以 像这一瓶 还有橄榄油 还有那个乳油 因为它的油分 其实我们如果是纯油的东西 它其实分子是很小 但是如果你不是纯油的东西 你擦了你会停在表面 会进不去 像这个就是一个纯的玫瑰果油 其实也可以试看看 你可以把它推开 它非常好吸收 我最怕的就是表面油 对啊 然后拖到什么什么都油 都会这样 而且它有一点点香气 好玫瑰哦 对 它就是一个纯的玫瑰果油 玫瑰果油 我觉得冬天女生会特别像 因为擦很多乳 对啊 而且这瓶它比较合 因为它其实是脸身体都可以 脸也可以 那你建议我们就是第一期 在浴缸 就是那个泡澡的地方 这不是来泡澡的 这不是来泡澡的 这个是你泡完澡之后呢 要擦在你的身上 而且我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泡完汤之后 不是手脚会比较温暖的吗 这时候你在擦上这些保养品的时候 你等于在按摩 在做一些搓揉的动作 你会更暖坡一点点 对于手脚冰冷也有一点改善 就是有时候有些泡澡的东西 就是里面都会有附一些 类似像那种精油类的 然后洗出来的时候都会油油丢的 那个就是我们说 因为它是纯油 它没办法跟水溶在一起 所以你应该是泡完澡之后 再把它 那手脚冰冷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于是 手脚冰冷其实 不要告诉我们说就是 握一个这个 温度很高的男朋友 或老公的 你能把我其中一个答案讲完 找一个活动暖如就对了 但是我太太讲了 抱个暖如就好了 对 所以就在抱着吃 暖如吗 不好意思 不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 这一个人可以 基本上就是好好吃好好睡 好好生活 怎么叫好好吃好好睡呢 第一个 睡眠正常是很重要的 因为生活不正常 你的血液循环白就会长 你会发现常熬夜的人 他一定四肢容易容易接寒冷 那好好吃要吃什么意思呢 其实不是大吃大喝 而是适当的不保护脂肪酸要补充 不保护脂肪酸跟血液的扩张 血管的扩张很有帮忙 那不保护脂肪酸要包含哪些 你们刚刚提到的感染油 感染油 葵花籽油这类都是 那如果是在一般营养品的话 就是像鱼油 如果是在果实里面 就是坚果这一类的 都富含这类的果实 无论是姜或者是油类东西 或者是酒类的东西 它本来就促进血液循环 其实不是坏事 可是请不要一吃完就跑去睡觉 要不然你很快 就学艺就会成绩在胃 然后就变肥了 但是只有那时候最保暖啊 最保暖的 每次睡觉太冷 都要把手放在自己的肚皮上面取暖 真的 但是那些包脖子这里 我个人是建议就喝一点点酒 但是这个我可以贡献的就是说 不管男生女生都不要喝啤酒 除非你有那个结石 就是那个什么 有些医生说你要多喝啤酒才会尿尿 但是喝啤酒的话就是 喝啤酒会痛风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女生最好不要喝啤酒 太冷了 太冷了 太冷 太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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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就是红酒最好 然后就是要就是看你自己的酒量 还是80cc还是一平面 还是800cc的 就是不要过量啦 对啊不能过量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靠这些食材或进补来达到一些保暖作用 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所谓的保暖小道具 我像我手上这个就是电动浓浓包 嫩嫩淡 然后呢它其实你戴在身上 它就有点像一个怀炉一样 你就这样戴着 它有保暖的作用 然后平常呢你也可以 有温度耶 有温度 我刚刚把它打开了 所以它是充电式的吗 它是充... 这充电 它是一个USB的充电式的 充电式 对所以很方便 你就这样随身可以戴着 所以你帮助胸线的那个吗 可以促进胸线的 胸线 对 因为这个呢其实保暖大 所以这样上来的时候可能有 老师你不是叫我们说插完乳液啊 用手这样压一压会吸收 但用手压可以 其实这个可以喔 但是只有这个可以喔 为什么 因为它的板很特别 它是一个淘板 然后它是一个红外线 然后恒温装置 所以它不会过烫 它用你大概就是这个温度 是靠电池吗 它靠USB 充电 哦 充电啊 对不起 油暖耶 这个也真的有暖 那它是一焦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比暖暖包还好用 对啊 因为暖暖包你会 暖暖包很多人烫伤耶 对啊 不过他们很多人用暖暖包都烫伤 有啊 都 其实也泡了 而且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好可爱 好可爱喔 这也是充电的喔 它也是一个充电 我现在在充电 因为呢 我们冬天啊 比如说在打电脑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双手好冷喔 就是手因为是露在外面 你可能包一个毛毯啊 这样打电脑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而且它只有一面 我戴起来给大家看 好可爱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保住手心 手脚喔 对 而且呢 它不是手指头很动 不会 因为手指头在运动啊 你在打啊 而且它是有温度的 来 拍拍湿一下 因为我刚刚充电了 它以后可以带着这个来擦指甲油 然后保养指甲油 对啊 可以 好冷喔 尤其冬天寒流来的时候 然后又要保养指甲 又擦指甲油怎么办 这个带着 真的耶 会流汗耶 对啊 它温度其实还算 还蛮保暖的 对 因为它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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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有点热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 也太快热了 有很多造型 对 就是 它其实有不同的造型 但主要是因为它里面 有一个保暖的装置 所以你就可以在冬天啊 比如说打电脑的时候 身上盖这么多的东西 你手也要保暖一下下 然后手保暖的 脚也要啊 对啊 脚也有啊 我们来看脚的 那蛮适合上班族的耶 哇 好大 那蛮适合上班族的 那蛮适合上班族的 哇 哇 真的啊 那蛮适合上班族的 没有空间了啦 那蛮适合上班族的 你就把脚呢 直接就这样套着 好美的 套进去 对 两只脚一起 是可以当头套了吧 真的 而且我就觉得它可以当枕头了 然后你如果真的觉得 还不够暖呢 你里面还可以塞暖暖包 对 就直接这样 而且这个很可爱 现在东西怎么都做这么精致 那个会被猫咪抢去睡觉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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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不是说要爆暖炉吗 就爆它就好啊 对